好 各位好 我們來解今天立刻的問題 今天立刻的問題是第1937題 所謂的maximum number of points with cost 他是一個中等的題目 實際上來說 他可能要比許多的難題還要困難 不是說難解 而是基於他的一些constraints 好 所以他這邊給 定的是一個m乘n的 整數的一個矩陣 直接就叫做points 他也告訴你是 從0開始 一開始是從0 points 那你當然你的目的就是要 將你的points 將他 最大化 好 透過 他的一個走訪 好 那怎麼去走訪呢 也就是說 你在每一個raw 你 就挑一個sale 然後呢就將這個sale呢 他在那個rc的位置呢就 他會有個點數 Points rc你就加到你的 score裡面 好 那如果只是這樣呢當然蠻簡單的 好 那但是他會有一個 啊 所謂的 penalty的一個條件 也就是說 你跟上一次 啊比方說 我們在上一個raw 你已經假設你 你取得的 啊在r R這一raw你已經取得了 那 那現在人要考慮的當然是r加1的這一raw 好 那麼呢 上一次假設你的所取的index 是r 然後column是在c1 那這一次的你的column是c2 那你就必須要你的penalty就是要去減掉 好 c1減掉c2的絕對值 好所以這是他所謂的一個penalty 好因為有了這個penalty就讓問題稍微比較複雜一點 好那下面也告訴你那所謂的 喔絕對值是什麼算的 好這個人一般人都知道 好那我們就看一下他相關的立體 好 好我們看這邊的立體 好那第一個立體 那他這邊直接就告訴我們就尋著 這個已經畫這個 這個顏色的 路徑去走 他就是會得到 最大的score 那我們看一下他是怎麼說的 呃 當然你在一開始的時候你當然這邊是選一個 3 在firstraw你的地零raw的地方 然後在選舉5 好 然後在選舉3 所以你得到的score是目前來講 我們還沒有考慮penalty的時候 當然就是11 好 當你去考慮penalty的時候 這邊 因為他跟上面一弱 他在column地方他 必須要-1 這邊呢 跟上一個 上一次的penalty也要-1 所以呢 這邊的話就變成11 要-2 所以答案是9 好 所以我們先 啊了解他一個提議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 例題2 呃例題2部分他也是 透過啊這樣一個圖 顯示你要所走 走的一個 最佳的路徑 所以 在firstraw 呃 0 raw 你就 選5 再選3 再選4 那所以他的penalty也只有在 最後面的地方 所以他這裡所得到score是5 加3 加4 再-1 所以你很快的 算出來 當然你的答案 也就是11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他相關的一個constraint的部分 呃constraint的 constraint部分當然跟我們那個解題的方式會有一些關聯 所以你看一下 他這邊 呃他是將point the length 他的長度設為m 然後 眉raw 呃他應該講他的column的個數 啊 column個數設為n 啊這個就跟習慣上了可能跟 跟有些人是不一樣啊所以我 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然就很清楚 這邊也設為r 這邊也設為c 啊也可以 好 比較sutter的地方是在這裡 他m跟n 啊他是小於 15次方 15次方也就是10萬 那 m乘以n他也是小於15次方 那 這個時候如果你採用所謂的 靜態陣列的話 啊 你這邊都把他設為 10萬 然後 又是10萬那有可能就會造成 記憶體的 不夠的一個問題 這是有可能 所以呢在這邊我們為了要避免這樣一個情況 我們當然是採用 呃動態 配置的方式 啊所以我們一個正義是採用 採用動態配置的一個方式 好 那麼 那 在points 他的一個 範圍 他也是0到10萬之間 好他這邊 為什麼會困難呢 你看一下他的 目前的 他接受的比率 他也只有 36% 稍微多一點而已 那實際上很多難題都 他的接受率要比這個要高很多 所以他這也確實困難 那他這邊也很大方告訴你 你就採用 動態規劃的方式 Dynamic Programming的方式去做 那 DP IJ呢你就設 你目前所得到的點數 當然你就說 你有取 在IJ的 的那個 points 所以我們原則上也是照這樣一個方式 去解題 好接下來我們看看我們那個解題的 過程當中碰到的什麼問題 好我們這邊先看一個 超過時間的一個 解答 他總共是有157個 Test Cases 那我們能夠通過152個 然後這邊我們基本上我們就是採用 D回加上記憶體 那 主要會出問題的地方是在這裡 因為我們 他裡面他總共的狀態 他有Raw 然後 他有C colon 但是因為我們在這邊我們要每次要取他的所謂的 Maxima 所以在這個地方呢 喔這個這個兩個loop 所以就會造成 C的平方 好 好 所以原則上 像 這一種 解答他的 時間複雜度如果沒有辦法降下來的話 實際上來講的話 呃 就是 就是會造 造成了 時間超過的一個問題 好 所以我們這邊 Penalty的部分 我們 這邊都有 處理 那我們這邊 其實來講 呃 解答正確但是他太滿 好 所以 重點就是說你我們必須要 必須要找出方法能夠 算出所謂的 他前一Raw然後再 扣掉這個Penalty 所造成的 最大的起 所造成的一個起大值 好那我們看一看 呃 後來我們是怎麼去解的 呃解答方式我們可以先看 呃這個我們 然後再後來 呃 真的實際去Raw出來的一個 過程 啊只是加上一些Oppos 那這個其實蠻方便我們 去來看這個問題怎麼解 當然一開始我們先將整個 Points按 他基本上他就是一個 矩陣嘛所以我們就 將他 很整齊的將他列印出來 好 那我們要做的事情 也就是 這個D0Raw這個當然已經是固定了 所以 原則上呢你就 將 呃這個D0Raw的每 每個Colens 加到 所謂他的DP的一個 陣列裡面 啊 總 這個應該是沒有很大問題 然後呢 我們 再從 D1Raw開始 所以我們開始是從這邊開始 好 這邊開始呢你要去 考慮他前一Raw 然後 跟你這一Raw 所以 他會有一個所謂的 Penalty的問題 所以我們這邊我們去計算 兩個 陣列 這兩個陣列是什麼呢 比方說這邊是D0 的Colens他的 呃 右邊 右邊的 極大 好 所以在這邊當然很清楚 這邊的話當然就是 10 然後這邊的話當然就是 1 後面這裡都是1 然後再來我們在考慮 Left 當然就是從左邊 在他左邊的 極大 啊在這裡的話當然是10 啊因為我們要考慮Penalty的問題 所以在這邊的話就10-1變成9 好後面這邊的8 7 6 5 一次類推 好 那我們在考慮 有 Right跟Left的一個極大 那我們就考慮這兩個 當中比較大的 基本上就 就 再加上 J-Raw的值 啊就是我們 這一次DP所產生的一個 值 啊所以我們的過程大概是 這樣 好 那我們當然就循著這樣一個步驟 我們當然就循著這樣這個步驟去做 啊所以 原則上我們當然就考慮 當然就是 我們的 前一次的一個 情況 啊前一次 所以我們當然我們考慮 Raw2的話我們當然是這邊呢我們把 Raw2的話我們當然是這邊呢我們把 發現他的極大是在出現在這個地方 33 啊所以這個原則上是我們一個解 解答當中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步驟就是你要 去計算 Right 跟Left 啊在每Raw 你要算一次 啊你當然不能每個Codent都算 每個Codent都算那當然又慢了 好 所以這邊我們看我們的整個Approach 啊我們當然前面也講我們的 第一個版本當然是Recursive 啊加上那個 啊記憶體啊 啊他基本上呢他可以 通過152個啊即使說你將他把 把它改成所謂迭代的一個方式 他 也沒有辦法完全成功 啊所以 這個 我們就必須 啊要 採用剛剛那樣的一個方式 另其如造 那 基本上呢我們 透過 地回降記憶體式是可以解的 啊是可以解的 那當然就是考慮你 要去 啊 考慮所謂的Right跟Left 啊分別去取他的一個 Maximum 好那當中他這個計算也是 算一次就好了 那所以 原則上我們在這邊我們會定義所謂的 Right left Max 啊這樣的一個 一個函數 啊基本上就是 去 每每一次呢 每一Raw呢我們都去算 Left跟Right 那特別他只有在什麼時候會去算呢 就在 J是等於0的時候我們再去呼叫 啊 那 對每每一個Raw I 我們都去算 那 當中 你在 撰寫的時候要稍微小心一點 就是說 原本在 dpi 減1j的地方你 應該還是要把它 用 這種 地回的 f 啊來取代 啊那保證他這個 dp在這個值是已經算過 啊如果 不這樣做的話他其實會出錯的 啊所以這個在地回版本要稍微 注意的地方是 在這裡 好那我們看一下我們那個 相關的地回版本的一個情況 好那我們相關地回版本呢 啊我們當然這邊我們都用R跟C 啊我們都會讓他 變成的所謂的 啊成員變數 啊dpi呢我們也是讓他變成員變變數 啊這是一個2d的一個 陣列 那這邊的話 left and right 那其實這邊你用 啊 one dimensional就夠了 好 那所以 我們的f 啊就是我們主要要去呼叫的部分呢 其實 就蠻簡單的 所以你這邊呢你只要考慮他 left 跟right在 J的部分呢取其大然後再加上 points就可以了 重點就是在這個部分 啊怎麼去計算他的 right跟left的maxima 那我們在這邊的話 如果先算left 其實這兩個 順序是 可以對調的 好 那我們這邊的話你當然是left0 當然就是 他的前一弱的 值 啊這邊 沒有任何的penalty 好 那 循著這個回圈 J從1到 C-1的地方 這邊你就考慮到penalty的問題 啊他因為他在 因為你是算 算他那個左邊的 所以 基本上呢 他每一次會加一個新的 新的turn 啊這是新的turn他有可能 會會是極大 那這邊-1的話 就是將上一次的 啊 left在 J-1的值 再減掉1我們再取其maxima 那另外的right的做法我們這邊當然也是類似的 只不過就是說他的 順序是倒序的 所以這邊的話就是從 C-1開始 啊這邊當然 penalty要-1 好 那透過這樣的方式 基本上 喔我們 應該就可以 算出 一個可以接受的一個解答 那我們再看 在 呼叫的部分 呼叫部分當然沒有問題 這個這邊 我們其實 left跟right的我們這邊都是先 先把它配置是 弄弄裡面最小的啊 其實配置其他值也 也無所謂 因為他基本上每一弱他都會 重新去算一次 好所以我們 這裡 因為你最後你要取最後一弱的一個極大 所以我們是透過這樣的方式來 來做的 好 那當然是比較好的版本 當然就是所謂的 迭代的版本 好迭代版本 當然甚至你可以考慮 呃 甚至 在記憶體上面呢 可以可以做一個優化 好接下來我們來看我們 的優化的 迭代的版本 好基本上呢 因為 如果是因為我們採取的程式語言是C++ 那他給 我們的points 他的那個形態是 呃 啊 RNT的2D的一個 一個vector 但是呢 我們的DP呢 他的值 他有可能到longlong 好所以這個 這個 這個來講呢 要稍微小心一點 所以一開始 在第0弱的地方 我們整個 整個就把它 抄寫過來 好 這邊當然就透過 回圈嘛 其他方式可能反而更 複雜 那 接下來當然就是考慮 是所謂的一個 DP的一個計算 好所以我們這邊 Left跟 Right 好 那 這兩個部分 我們在這邊的話就先算 Right 再算 Left 好跟剛剛所講的那個步驟都 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我們經過這樣的一個順序對調的好處是在這邊我們其實 迴圈就不必用那麼多次 好所以我們在這邊更新的部分我們就可以 塞在我們 塞在這個地方 那這邊我們用到一個技巧就是所謂跟 1 這個數字做and的計算啊基本上他就 相同於 Module 2 基本上是相同的一個 一個 一個Trick 好那最後的部分呢 最後的部分我們在取他最後一弱的一個機打 就得到我們一個答案 好 接下來我們就看我們在Liquve上的一個情形 好我們在Liquve上我們加上一些輸出的一些指令 好 那這個也都是蠻蠻簡單的 那 所以在 這邊的一個過程 也就是我們在 這個 回圈 特別的外層回圈要結束之前我們就讓他 做一個output的動作 那同時在一開始的時候我們也將他整個的 呃Points的他矩陣加列印出來 好 那我們 讓他run一次好了 好這邊拉高一點 我們其實可以看到他的整個一個 一個步驟 所以這邊 答案就是9 第一個立體 第二個立體 答案是11 好 第三個也就是我們剛剛所講的那個例子 好的 一個步驟完整步驟都在這邊 好 所以是33 好 所以這個動態規劃有時候真的是 蠻困難的 好 好我們就先談到這裡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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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